天主教教皇,一个权倾天下的职业 你很难再找到一个职业能长时间的把强大的统治力 同时打入人类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以及思想方式 中世纪只不用说,各地领主国王都要经受教皇的认证 而且被开除教级的话,这些人前不可一世的大贵族们 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了 而且作为一个受到整个天主教世界供养的终身职务 教皇的财富和受到尊敬的程度也无可匹敌 即使到了今天,每年总结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一百人时 凡帝刚的教宗也总是名列前茅 从公元32年的圣彼得到现在的方济各 天主教会一共有266位或者267位官方认可的教皇 当然大部分都坐满了他们的任期,也就是直到去世 不过另外还是有的,包括最近的本堵十六世 历史上还是有一些教皇因为主动或者被动的原因 辞去了这个人类权势顶峰的职位 虽然并不多,事实上本堵十六世之前的辞职教皇得追溯到600年前了 今天让我为他们放弃地位的事件做一个小总结 这里是花扇里,一个演艺历史传奇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哦 教皇这个职位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显赫 自然早期历史也并不总是有明确记录 因此在进入中世纪之前的辞职教皇 我也查不到太多资料 有些辞职原因很难说有可靠的假说 有些则是被后世史学家推理出应该辞职了 而并非有直接证据 而中世纪之后的辞职教皇则有更符合我们的社会常识 总之让我们以时间为顺序记录这些事情 第一位辞职的教宗是庞帝二世 他从公元230年7月21日起担任教宗 而当时正是马克西米鲁斯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 公元235年 他被命令迁往萨丁岛的矿区 显然即使到达了这个帝国的流放之地之后 他的苦难也不会结束 庞帝二世意识到他不可能活着回来了 于是在235年9月28日 离开信仰者门之前 他将领导所有教徒的责任交给了圣安德鲁 事实上仅仅一年之后 他很快就蒙足重照 死亡的确切日期和原因均不详 第二位辞职的教宗可能是马凯利鲁斯 原因同样是宗教迫害 他从公元296年6月30日开始担任教宗 但是他的信仰忠诚度可能不及旁第二世教宗 在公元四世纪的头几年 戴克里先皇帝发起了一场针对基督徒的迫害运动 这可能导致了马凯利鲁斯教宗辞职 有人认为当时马凯利鲁斯为了保全自身利益 不仅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甚至对罗马帝国的异教神灵烧香 不过后来圣奥斯丁反驳了这种说法 现在对于马凯利鲁斯是否叛教尚无明确定论 到四世纪中期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然而当时的皇帝康斯兰丁二世 是阿里乌主义的基督徒 而阿里乌主义被认为是异端 这时的教皇利比利鲁斯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当皇帝干预教会事务 并谴责亚历山大的亚他那修主教时 利比利鲁斯拒绝签署谴责书 为此康斯兰丁把他放逐到了希腊的比利亚 之后一个阿里乌教派的教士接任成为教皇菲利克斯二世 一些学者认为菲利克斯二世就职的前提就是利比利鲁斯退位 但是其实利比利鲁斯很快就回到了教皇的位置上 之后他签署了一份文件 否定了谴责阿里乌主义的尼西亚信条 并在回到教皇的位置上之前服从了皇帝的权威 然而康斯坦丁坚持认为菲利克斯应该继续行使职责 所以出现了两位教皇共同统治教会的局面 直到菲利克斯在365年去世 因此利比利鲁斯是否辞职也还没有定论 进入中世纪之后 教皇作为站在天主教世界顶峰的人物 记录也就清晰了很多 约翰内斯十八世教皇 是最后一个辞职世界上有争议的教皇 在九世纪和十世纪 有权势的罗马家族会帮助选举产生教皇 克雷森提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他们在十世纪的末期帮助策划了几位教皇的选举 1003年他们把一个名叫法萨洛的人推上了教皇之位 他取名为约翰内斯十八世 这是一位神秘的教皇 关于他的记录寥寥无几 而且与他同时期的教皇也用了约翰这个名字 导致历史记录变得越来越混乱 许多学者认为他其实没有辞职 不过在一份教皇目录中有记载 他最终是在罗马附近的圣保罗修道院里 以修士的身份去世 属实的话也就意味着他放弃了教皇之位 不过仍不知道他这样做的原因 1032年10月 西奥菲拉·图斯库拉尼被他的父亲 二贝里克伯爵送上了教皇宝座 成为教皇本尼迪克特九世 当时他年仅20岁 不过这位本尼迪克特显然并不适合从事神职工作 他在十多年里享受着放纵和堕落的生活 最后收购了罗马公民发动起义 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出逃 在他离开的时候 罗马人选出了教皇希尔维斯特三世 然而几个月之后的1045年4月 本尼迪克特的支持者们赶走了希尔维斯特三世 本尼迪克特又回来上任 但是现在本尼迪克特已经厌倦的当教皇 他很快决定辞职 可能是为了结婚 1045年5月 本尼迪克特提出辞职 他的教父乔万尼·格拉奇亚洛 宣布支持他的辞职 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钱 之后自己成为教皇 是的 教皇的位置被卖掉了 然而这还不是本尼迪克特教皇的最后一次 同样的事情他在之后的1046年和1048年又干了两次 下一位辞职的教皇就是从他的教职 本尼迪克特教皇手里买来的教皇位置的乔万尼·格拉奇亚洛 不过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 他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罗马人摆脱本尼迪克特而已 格拉奇亚洛被承认为教皇格里高利六世 格里高利教皇为了清洗前任留下的负面遗产 进行了一年左右的努力 然而本尼迪克特突然回到了罗马 似乎是因为他的求婚失败了 更糟糕的是 希尔维斯特也回到了罗马 三个教皇同台产生的混乱 让一些高级绳职人员和罗马市民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 他们邀请德国的亨利三世干预 亨利马上同意要求前往意大利 然后他主持了斯多里会议 会议认为罗马人自己选出的希尔维斯特造假提速 将他关进的先遇 然后本尼迪克特缺席的情况下正式废除了他 格里高利的动机是纯洁的 但是他向本尼迪克特付钱购买教皇之位 也是事实 要求他维护教会的纯洁主动辞职 随后会议选出了另一位教皇 克莱门特二世 随后克莱门特为亨利加冕为皇帝 在亨利返回德国时 格里高利选择与他同行 几个月后他在德国去世 不过故事还没有就此结束 1047年10月 克莱门特去世之后 本尼迪克特又回到了罗马 再次复辟了自己的教皇地位 他在教皇的宝座上又待了八个月 然后亨利再次介入 把他赶走了 并且拥历了达玛苏斯二世纪任 在这之后本尼迪克特的命运就不确定了 可能在格罗塔费拉塔的修道院 活到了1058年才去世 时间到了13世纪的下半夜 教会的绝对权威和无所不在的细微控制力 使得教会内部被腐败和财政问题所困扰 因为庞大的组织要求越来越多的维持投入 同时天主教世界的居民 已经被各地的教会盘剥到无以复加 然而真正到教廷能获得的运营资金 却越来越捉襟见肘 在尼古拉四世教皇去世了两年时间里 教会内部依然无法斗争出一个能够主持大局的新教皇 最后在1294年的7月 一位名叫皮特罗·达玛龙的前程隐士当选 教会高层希望他能将教廷重新纳入正确的轨道 此时皮特罗已经接近80岁 已经到了无欲无求的年纪 他只是同意挂个教皇的名义 因为他不想看到教皇职务再这么空缺下去了 然后他作为塞莱斯廷武士成为教皇 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 他试图进行纯净化改革 不过一位虔诚的老年隐士 显然不会是一个充满管理经验的人 尽管塞莱斯廷拥有极高的道德评教 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位圣人 但是在与其他的主教政治斗争的几个月之后 他最终提出应该找更合适的人来做教皇 于是他与红衣主教们协商之后 于12月13日辞职 由博尼法师巴士继任 讽刺的是 塞莱斯廷的明智决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由于他的主动退位被认为是打破了教会的规则 所以他不能回到自己的修道院 之后在1296年11月 他在弗莫内城堡与世隔绝的离世 在14世纪末 发生了有史以来涉及天主教会的最离奇的事件之一 在结束了阿维尼翁之球的过程中 一派红衣主教 拒绝接受罗马的新教皇 并且选出了他们自己的教皇 后者回到了阿维尼翁 于是出现了两个教皇两个教廷并存 这种情况持续了数十年 史称天主教会大分裂 每个人都想结束分裂 但是两派都不希望他们自己的教皇辞职 最后 在伊诺森7世在罗马去世 本尼迪克特13世在阿维尼翁继续担任教皇时 一位新的罗马教皇 格里高利12世被选举出来 条件是 他将尽其所能的结束分裂局面 然而 虽然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之间进行的谈判 最初似乎是很有希望的 但是一些事情使得情况迅速的恶化 变成了相互不信任的情况 之后的两年多都没有任何进展 阿维尼翁和罗马的红衣主教们 对长期的分裂充满了忧郁 于是他们也各自开始行动起来 1409年7月 双方红衣主教在比萨开会 商讨结束分裂的问题 最后得到的解决方案是 解除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的职务 由新的教皇亚历山大武士统一两个教廷 然而 格里高利和本尼迪克特都没有同意这个计划 现在变成了有三位教皇 两个教廷 三个派别的更复杂的局面 亚历山大在当选时大约70岁 只坚持了10个月就去世了 死因可疑 他的继任者是巴尔达萨雷科萨 他是比萨教廷大会的主导者 以约翰23世的名字继任教皇 不过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三位教皇仍然互相僵持 最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压力下 1414年11月5日 约翰召开了康斯坦辞会议 经过几个月的讨论和非常复杂的投票程序 会议宣布 解除对约翰的教皇任命 谴责本尼迪克特 接受了格里高利的辞职 于是三位教皇都不再行使职务 红衣主教们选举了马丁武士 作为新的唯一的教皇 天主教会大分裂至此结束 他是进入近代之后 唯一一位辞职的教宗 与中世纪教皇的戏剧性和压力不同 本土16世辞职的原因非常简单 健康状况不佳 在过去 教皇在他的体力上加的时候 能拥有无尽的财富和地位 但是年老体弱之后 他们也必须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 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就很难维持继任者的权威性 曾经作为战友 作为支持者的红衣主教们 如今都会为了自己的将来 强迫这位曾经的最高权威 顶着病弱之躯 每周都继续主持长达数小时的祈祷会 显然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 如果是你有这个机会 愿不愿意用人生最后几年的极端辛苦 来换取之前十年左右的最高地位呢 欢迎留言讨论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这里是花扇里 一个演艺历史传奇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